记者红美秀新竹报道,今年冬天因降雨量不足,大新竹地区宝山与宝二水库和龙恩宴的水位都下降,连带影响农民灌溉或种菜所需用水,日前已出现西中渔霞暴毙情况,农民更是抱怨,每年这个时候水利会都应遂修断水,连种菜要浇的水也枯竭,要求水利会至少每周放水一次,让农民可运用水振的水。 种菜浇水 新竹农田水利会总干事位贤豫说,水利会已向各农市小组公告,从12月1日到明年2月5日是各灌溉水镇最休期,将实施灯水,不过今年因降雨量不足以让部分水镇成干枯状态,缺水状况较去年严重,已向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建议因应农民要求,在不影响民生用水情况下, 能每周提供农民用水一次,疏解水镇干枯状况。 新竹市议员曾思成说,前天就接到前级理发展协会理事长戴奇松通报指龙恩正前夕大台大鱼小鱼死一片, 经向环保及新竹农田水利会反映,确定是因最休关闭水源导致于群死亡。 农民抱怨农作物都快死光了,水镇水门还不放水。 新竹市府公务处表示,依据北水局资料,新竹地区因水情不佳, 11月11日水情灯号已调整为烧紧绿灯,如持续不降雨,将进入黄灯, 届时会实施第一阶段限水,及夜间减压供水。 公务处说,目前大新竹地区宝山水库有效蓄水量为392万吨左右,蓄水量约73%, 宝尔水库有效蓄水量为1524万吨,蓄水量约48%, 且有逐渐下降趋势,龙恩燕的水位也成枯雪, 其连鱼提石阶裸露,呼吁各机关学校团体及用水大户能节约用水。 令市民如需回收水做环境卫生清洗,浇灌花木, 及不做使用未原则的回收水使用, 可自备装水容器到新竹时刻雅水资源回收中心大门口警卫室登记, 即可到南侧储水池取水或电洽03-540-0730。